花蓮市民代表会第二次定期大会23号开议 首先是由市长魏家燕进行施政报告 魏家燕表示农兵桥已经通车 五座部落聚会所也陆续建制完成 目前和姐妹市的往来也因为疫情趋缓逐渐恢复了 明年会和宇纳国庭来直航 未来也会持续率领公所团队 稳健踏实进行各项市政工作 努力为民众打造世代共荣的移居环境 花蓮市民代表会第二次定期大会 10月23号开议 市代会主席李政伟希望代表们本于职权 督促施工所团队 让市政推动更切合实际符合民众需求 本次定期会将听取市政报告 各业务单位工作报告 还有我们代表同伦的市政总之群 并审议市公所立113年度总预算及其他提案 还有代表提案 113年度总预算与民众的市政推动 及市民的股指息息相关 希望同伦本职审政整议 期盼市政更切合实际符合市民的需求 会一开始由市长魏家宴进行市政报告 魏家宴针对过去半年执行的一体建设 社福照顾文化推广 城市外交还有观光推动等做了详细说明 我们接续的完成我们农兵桥的一个工程 那在这边也要 谢谢我们所有市民的一个包容 那在9月26号我们通车了 那还有就是我们五座部落聚会所 那在今年8月已经完工 我们拿首弹部落聚会所 那我们在可能在年底也会 Sakiraya部落聚会所也会即将完工 那在这边其实我们今年也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前些日子都没有跟我们 姐妹市有一些非常互动的一些交流 那我们在今年也到了北海道的一个川路市 那也去了我们严守县的圣钢市 我们希望在疫情之后 我们两市能够持续的都跟姐妹市做一个交流 那我们也积极的也希望 不管是圣钢的山车 或是有更多的我们姐妹市的好朋友 都能够到花莲走一走看一看 那家燕在过去姐妹市访问的时候 也积极的希望能够有促成直航的一个部分 那未来也希望在明年有所展获 那也希望在明年的部分 有更多更好的一些亲子活动 我都希望在花莲市能够举办 那借此让孩子有一个快乐成长的一个童年 魏家燕强调 施工所足的延续历任施政 也会秉持着爱花莲的精神和理念 来拓展花莲市各项发展 未来在代表会的支持及监督之下 市政团队会持续以全体市民的福祉为前提 力求提升服务品质 以创新活力来满足民意需求 介络会欢乐视报导